再來我們看第二種 第二種這種就是說 像有的明明你很愛他 但是你都裝作不在乎他 像有一些男人會帶女朋友出去 但是出去一大堆人在玩的時候 他會裝作不認識他 或是不在乎他 他跟他的朋友很好 玩得很好 照顧得很好 有時候這樣子女人也會很受傷 這個不管哪一個格局裡面 有19話 18話 28話的人 好像還好 還好 這種呢 有時候就是說 像女人有時候 會骰他一下 譬如說跟你吵架 我衣服整理整理 我想要走了 他是在期待你叫他 但是這個男人就說 對啊 你現在出去 他明明想留你 他會覺得說 對啊 你現在是怎樣 跟他約好了是不是 然後就會讓你氣得好 就是不出去再把行李拿回來 就讓你這樣進出兩難那種 會很痛苦那種 裝作不在乎的 我們現在還在看第三種 第三種這種就是說 像有的他明明是關心你 但是延遲上就是很兇 然後對你很兇 幹嘛 每次都穿那麼 看你在打哈欠的時候 他會覺得說 叫你穿衣服你就不穿衣服 一直罵你一直罵你的那種 明明是一種關心 但是他要用延遲上去罵你 或是諷刺你那種的 這種就不管哪一個格局裡面 有14話 24話 34話 44話 54話的 因為尾數有事的人講話 他都會比較直接一點 有時候一句好話 他會變成一種是責備 或者是一種凌辱 像有一些 你們應該看過很多那種 老先生 媽媽那種的 你明明看到爸爸 媽媽是很關心爸爸 但是你卻看到他永遠 他看到爸爸的時候 永遠都是在罵他的 對啊 有時候打個噴嚏 打個噴嚏應該是喝會秀秀的 有時候打噴嚏 幹嘛 想演白雪公主啊 那個泡王子啊 好賤的嘴 只有讀蘋果喔 再吃一顆吧 那有時候好話就變成壞話了 是… 好嘞 維安老師來幫大家做一個 神秘的色彩占卜 我們來占一下我的真愛 需要經過什麼關卡 對 你現在已經覺得 自己擁有了真愛 那我們來看你的過關指數 還有需要經過什麼關卡 才會更好 我們題目就是 你現在玩電動玩具要過關 所以你需要兩樣武器 一個是狼牙棒 一個是劍 好 你會選擇哪一組呢 第一個是長這樣 有沒有 整個狼牙棒是粉紅色的 然後長劍是紅色的 好 第二個是長這樣 藍色的 搭上橘色的 第三組是走淡藍色系 加淡黃色系 第四個狼牙棒是透明白色 劍是紅色的 還是粉紅色狼牙棒 搭上橘色的鍵 憑直覺選一個 好的 武器 起義 我選第四個 第四個 好 雅倫第一個 第一個 好 黃老師 也是第一 都要紅的 紅的 老師 妳為什麼都要紅的 等一下 我這個只有紅的 你看 我這個也是紅的 對啊 現在還有人穿紅襪子 而且 對啊 已經過完年這麼久了 市面上買不到 不好買 那個榮英總音樂旁邊 都有賣這個顏色 中華路 maybe也有 中華路買的什麼 好 美妍老師選了嗎 我也要第一組 是喔 你看 美妍老師都要第一組 拜託 我要選第二組 看起來比較犀利 我 我要第一組 你握著 你也是 我是黑的 對啦 但是很紅色的 你是西窗戶的 好 大家都選好了 好 我們來看 本日非常多人 都要選紅襪子的第一組 觀眾朋友 如果也跟我們現場 四位一起選是60 對 過關60分 需要經過什麼關卡呢 這個是照顧的關卡 代表說你目前對對方 不是照顧太多 就是照顧太少 要嘛就是都是你在照顧 要不然就是 都是人家在照顧你 所以在照顧的分寸上 一定要稍微平衡一點 通常選到這個配色呢 代表說自己也滿有組件的 然後也常常會去碎碎捏 然後撈到對方 比較控制力強一點 這個部分需要過關之後 你就可以從60變100 好 來看靖淳姐跟觀眾朋友選 這個配色的話是40分 好 為什麼呢 這個是溝通關卡 代表目前溝通 有一點小堵塞 如果觀眾朋友選到這個呢 也代表說你跟他之間的溝通 可能頻率是不一樣的 想法也不一樣的 所以需要通過溝通的這個關卡 才能40分變100分 加油 真的 人家明明就已經36腰 你非給他買個32腰的褲子 你是羞辱嗎 不怕他只能穿到這裡 你把這件事情懂得出來 你糟了 那我們來看第三個配色 現場沒有人選 但觀眾朋友選是20分 沒有關係 這個就是擔憂的關卡 其實你們之間沒什麼問題 但是你一天到晚煩惱 煩惱他有外遇 又煩惱小孩錢不夠用 又煩惱家裡面有錢 又煩惱房貸 煩惱車貸 所以你的婚姻裡面跟感情裡面 通通都是煩惱 見面都是抱怨 然後身價都是一些很負面的磁場 所以目前分數比較低 需要突破 那我們來看第四張牌 觀眾朋友跟我們來賓一起選的是80分 如果選到這個是原則的關卡 其實你們兩個都很好 但是你可能有些原則 是太堅持了一點 你看看你 超準 比如說對方什麼都好 但你堅持吃炸雞不要吃皮好了 對方每次吃炸雞 你就跟他吵一次 可是這件事跟你們會一點關心都沒有 對嘛 現場我有幾雙襪子跟我生氣 幾雙襪子也是帽子 就是有些穿不到的時候 就是我媽拿去送給別人 然後他就說那一袋襪子 是明明要送給我朋友的 就是類似那種 他會覺得那個襪子很重要 他已經設定好這些事情 設定好他輕易的改變他 對 他設定好就不能改 不是 因為我 譬如拿到20雙襪子 然後10雙是要給誰 5雙給誰 你都安排好了 我都弄好了 都放在一袋一袋都放好了 搗亂了 他就把我最多的拿走 就送給別人了 那我其他送的就整個亂掉 那我就說那我去陪嘛 那我就想 對 我很討厭事情要去重複做 因為我已經做好一次了 那你不知道你打電話問我 都可以跟你講 就像他譬如今天跟他講 有吃燒烤 如果你敢去改成小火鍋 他就要翻臉了 求婷 你心態是處女的吧 你應該是處女的吧 心裡一設定好是 燒烤 燒烤 你應該是處女的吧 你應該是差不多整盤都是處女 精心是處女的 對 而且你要不然就是 就是軍校出來的 要不然就是有少年監獄 少年感化院那個有待過的 然後我就跟他說燒烤客滿了 然後他就說 可是他想了一整天的燒烤 又跟他講是換小火鍋 他就說沒關係 這很不舒服 這真的很不舒服 但吃飯 而且是跟朋友一起 沒關係 這一集錄完 請你老公跟黃老師 一起去中華路買襪子 那要買什麼顏色都有好不好 所以這個就是有一些原則卡住 那個原則其實就是一些小事 譬如說你晚上要開燈睡 他要關燈睡 或你晚上睡前要看書 而他不要之類的 那我們來看最後現場都沒有人選 其實是100分的 很多觀眾很有福氣 這是信心關卡 代表這個配色 你們目前狀態是非常完美 只有你自己在沒有信心而已 你一直擔心會離開 一直擔心不長久 一直擔心幸福存不存在 其實只有你的信心問題一解決 其實所有事情都是很好的 增加自己的信心就會更棒了 加油 來…我們休息一下 繼續的廣告 待會兒馬上回來 好